略一思存,小心思去了,对黄黎儿说,你去把我屋里左领来那幅金丝鞭软竹梁坐垫,给娘娘的轿座上扑上。 说罢进来,双手把礼担呈给魏家氏,魏家氏也不推辞,也不看,韩笑接过说道, 就送到石贝勒府就是了,皇上后天就回来了,一定接我圆明园那边住,注定了我给你信,进去拉家长说提及,六奶奶生受你了,这里忙,我也惦记着哥儿,得回去了。 说罢仍从原路辞了出去,堂儿直送出去,看着一群太监宫女簇拥着驼叫,远去,才学身回来,忍着伐困和满院访调的告命夫人搭讪说话,一眼瞧见了丁额尔和巧云都在,便站住了脚微笑说, 云儿、额尔都来了,进正屋里坐,久不见你们了,心里空落落的没个人说话。 众位夫人,劳动你们来看望我,本来我们老爷有吩咐,除了王爷宗士送来薄礼,其余一概不收的,既来了,我堂儿不敢扫了众位姐妹的脸,灼亮着回礼,你们也要给我有体面,且一时听礼散坐随喜,就我这儿用了晚饭,咱们边吃边说话。 说着,和丁额尔和巧云三人进了西房,自在春凳上半椅了,吩咐说, 秀阁,黎儿,把他们庄里送来的仙桃黄杏端两碟子来。 你们两个一道来的吗? 云儿这一身啊,要没开脸,我还以为哪家亲戚的小姑娘来了? 云儿也是荣光焕发,越看越好看了,越看越耐看了。 丁额尔笑道, 我二十七岁的人了,都快老了,夫人还这么夸,倒好意思的,真正要说美,谁能和您比呢? 我和云儿一道去了阿贵府一趟,贵中堂到石家庄,半路奉旨不必去德州了, 叫回北京,安排娘娘后世礼仪,今早才赶回来,又有点冒了风,贵夫人不能过来,我们就来了。 云奶奶,你记得那个朵云吧?也见来北京了,贵中堂的意思,叫我们三人到养风家道见见她呢。 第三十一章,贵妇人慈心闽沉沦,帝乾隆,雷雨,李国正。 三个女人的丈夫都在金川前线,素日消息来往自然比别人亲密,此刻提起朵云, 唐儿也是一样的关心,问道, 阿贵家弟妹没说叫我们做什么?总不成是只见见面说说女人话吧? 巧云说道,贵嫂夫人说,皇上赏识沙罗奔是条汉子,可怜金川七万藏民苗民,就算把金川踏平了,死得鸡犬不留,那块土地终究还得有个靠得住的人安顿。 叫我们去,就这些话变成我们的女人私房话,说给她听,劝着她,劝着些丈夫别再抗拒天兵,归顺朝廷,扶个低,认个小,到大营投诚,皇上得饶人处且饶人,大家兄弟姐妹过起来,岂不是好? 她默一句话说得天真,堂而不禁一笑,又皱眉说道,哼,她一个女人家,只怕当不了外头人的家,再说,她那么劣性的,在北京赶劫人,当着皇上面动刀子自杀,我们劝得动吗? 你们是吃过她亏的,她那么厉害,怕不怕? 巧云脸一红,柔捏着衣角说道, 起初怕,我从没见过这么样的女人,她抬起脸望着窗外,后来我想,掉个个儿,我要是躲云,我会一头撞死在那个院子里,她是女人,我也是女人,如今她在男中,也用不到怕她。 丁额儿偏着脸,想想说道,女人和女人心都是一样的,咱们劝她为她丈夫好,又能合足平安,要是我,就自己死了也值啊。 顿了一下又说,听我们那口子说,他们那组里和我们这块不一样,女人也能办大事,她在外头就给金川买办了很多药材,还往金川地消息。 我们事实不妨的,说得动是他们的福,朝廷也安省,也是咱们的阴德,说不动,也没亏负了我们什么不是吗? 他们两个一地一口说话,都是对丈夫忠诚不二,死了也心甘的话头。 唐儿心里由不得惭愧,她是除了丈夫,时不时还惦记别的男人的女人,心思比丁和二人繁复纷纭得多,脸上红了一红,笑道。 我知道阿贵的意思,西北河卓那边有事,那个叫阿姆尔萨纳的,还住在北京请兵。 她来我府走动,送了不少礼,还有一百张牛皮,我没见她,收了十张给下人们做皮靴子,下圣地叫她给皇上做个牛皮杖,设到圆明园去。 皇上是想叫我们男人抽出脚来去新疆,阿贵没说,也是怕我们女人嘴没遮拦,录给了朵云。 这么着,先给她送点见面礼,我给她点尺头,首饰,你们要有针线伙计,也叫人送养风家道,心里先有一份情,见了面啊,松翻着,好说话。 没得和男人们一样刀枪相见,唇舌来往,太郑重了,反而不得,等接驾的事一闭啊,咱们会齐了去看她。 三个妇人议了一阵,唐儿也得借机稍息,喝了一碗参汤,觉得精神去的,便起身笑道。 那边还有一大群呢,连吕亲王世子的夫人也在候着,去迟了,人不说我忙,倒似有意儿拿大了。 你们就坐在这里歇着,吃饭的时候咱们还一桌,我得去和大家打花火哨了。 他对镜子照照,里里并角换了妆容出来,见梨儿站在门口便问,又有什么人来了? 梨儿向门口一瞥,说,是高横家夫人来了,送了两幅素齿头,还有给三哥各一双鞋,问我能见见您不能? 我说做不了这个主。 唐儿顺他方才目光向外张了一下,果见高横夫人郭洛氏,食指交叉的。 远远地站在门房口,穿一件洗得泛白的电青大褂,在来来往往的告命夫人旁边显得局促未缩,低着头直拧脚尖,形容甚是孤所落寞。 唐儿叹气说,哎,人到了这一步,真叫没法说,你去请他过西花厅,草瓶子那儿等我,再到账房,支两百四十辆,用银票,送他出门再给他。 说吧,便向上访。 到一时听,和各位告命,寒暄到罚,育有宗室亲王家眷,还要一一请安,铺摆家人依品及礼敬,要伙房素斋单子来看。 好一阵忙,一边向西偏门走,一边回头大声吩咐,叫门上人用素纸写张系课榜,预备着接驾给老佛爷扣安,从明日起不再见客了,请书办坊老先生用心点,慈祭礼要礼上周到些。 说着学身进圆,高恒夫人就坐在花厅十阶上等候,也是站起身来。 堂儿笑吟吟地迎上去,见他要拜,忙扶住了,实在捡慢你了,外头乱,里头也乱,这屋里是我们老爷的禁地,军书文案档案怕乱了,连我也不得随意进去,叫你在外头等。 又撑着丫头,怎么这么没眼色,还不夺两把椅子来? 啊,不不不,不孝生寿了。 郭洛氏盲白手说,给六太太半个座,我站着说两句就成了。 到底堂儿还是按他偏身斜牵着座了,说道, 就不论高恒复恒他们那一层,咱们一个满洲老姓,娘家辈分我该叫你生姑姑的。 我知道你如今的境遇,将心比心,也替你为难,有什么话尽管说,能帮着手的,我断没有不帮的理。 郭洛氏心里一酸,便用袖子抹泪,气声地说。 如今,家败人亡,走到哪儿,都人赠狗贤的,难得你还这么待我。 虽说咱们是估值,论起岁数,我比你还小着两岁,你就当我是个妹子就好了。 你忙,我不能多耽误你。 我是想啊,皇后娘娘轰了,已经有大社诏书搬下来。 高恒虽说,没材料不成器,先前也受过朝廷的褒养,且是她在八亿里头的书。 我妹子是跟老佛爷的人,也求过太后的恩典,她的事只求饶她一命,回了黄庄子上我们夫妻种地去。 说着,带了乌业,只要放声,强忍着只是抽气。 堂儿满府里都是人,只盼她早走,听见这话,想了想,老佛爷是怎么说的? 太后慈宁宫里,有个叫盈儿的,确实也是一族,该是郭洛氏的远房妹子,争了一下,关心地问道,老佛爷恩准了吗? 那时候皇后娘娘还没出事儿呢,老佛爷说,这要看军机处他们怎么溢。 他老人家最是慈悲为怀的,说是人命关天的,得超生,要且超生。 那,你如今怎么想呢? 我想六爷金川的差事,这就要办下来了,他必然是回京的。 六爷一品当朝,主持军机处,贵爷,己中堂,留中堂,隐中堂都瞧他的眼色。 万岁爷也从没有搏过六爷的调臣。 唐儿沉吟道,你别说了,你的意思我明白了,高横和前渡的案子,面上瞧,是刘老中堂主持,其实从骑手到审礼,都是万岁爷提调着,一步步走的。 上回跟你说别乱走门子,是真情实语,不是打模糊,糊弄你,捅到玉室那儿,没头没脑再揍一本,你那不是雪上加霜吗? 不是我站干岸说合掌的话,男人在外头做事,从不和家里商量,带到出了事还要雷你,替他上下跑腿说话,再不要白给人填还银子了。 带到皇上回来,军机处自然要义,你要信得及我们老爷,能说话,能留地步,他不会落井下石的,我们两家通好,你要信得及,你一趟一趟往这儿走动,老爷反倒不好说话了,你细思量,我说的是不是啊? 高衡夫人听了,开泪气道,太太这话极是的,十六爷福尽,还有十二爷,二十四爷那福里也是这个话说,只好听他的命就是了,我已经尽了心了。 我想,高衡虽不好,如今天下有几个好官,甘肃的乐尔锦,福建的王炳望也奉旨拿了,牵扯一二百官员都要隔职拿问,这么多拆烂屋的,有多少不在八亿里头的,总不成葫芦蹄都一锅煮了。 万岁爷是信善信佛的人,必要甄别的,也要容许改过自新的,像炉卓,当初杀了也就没了,岂付出来照样给朝廷出力呀。 他叙叙叨叨又反复批语许多实力,堂儿纳着性子又劝又畏,好容易才打发他辞出去了。 堂儿也不送他,从偏门进来,见家人们正抬桌子布置席面,叫过一个小厮吩咐,把我南边那间房打正出来,中间隔上竹帘子,请马先生过来说话,席面上不要上酒,就是便饭。 夫人们有事要回去的,也不必勉强,把还人家的礼封好,送轿子上就是了,说吧,又进北乡和丁和二人闲话。 听丙说房子收拾停荡,隔门又进北乡第二间,坐定了吃茶,马二垮子已经进来,旧竹帘外头一个躬身,陪笑说,给六奶奶请安,听他们传马先生弄得我意着,半赏才明白是叫我,嗨,我是六爷门下老跑腿的了,奶奶只管还叫我马二垮子就好。 堂儿隔连看他,方脸小胡子小眼睛,穿着又宽又大的实青袍子,手握一柄香飞扇,袖子翻着雪白的李子,又似不修蝙蝠,又似干脸洒脱。 暗地一笑说,你如今是观察,是倒台之分,在外头,那还了得,坐吧台大叫了。 你很辛苦的,过了湖广又去云南给我采办,着实生受你了,等老爷回来再谢你吧。 马二垮子银圆挤云的脸面,结实了腹横,几年来这府门槛都踢平了,都是这样和堂儿见面。 他一本正经地坐石窗前,逆着目光,想往帘儿内看,外头明里头暗,什么也瞧不见,便看墙上的字画,嵌身说, 我仍旧是个皇商,能给六爷奶奶跑腿办事,是我的造化,奶奶千万别说谢的话,那见外了。 我这次去云南卡瓦银矿,又见了吴尚贤,他孝敬老庄亲王阿贵夫人和六奶奶每人一尊银符,十斤舍胆,没有写进礼丹里头,也请奶奶加纳了。 堂儿想了想问道,这个吴尚贤,是不是上回云南总督张允随说的,想开矿的那位? 哎哟,矿它是早开了的,如今哪里还有什么矿进呢? 马儿垮子笑道,吴尚贤是云南石平山秋水村,一个泥角杆子,独自闯卡瓦,创下偌大的事业,想给朝廷出点子力,争个功名。 缅甸那国里如今乱着,中央朝廷和各部酋长闹身份,却都和吴尚贤兜着转呢。 自我大清新国,缅甸一直没有朝贡,您别瞧吴尚贤不起眼,他正想说和缅甸王称臣纳贡,您见圆明园里那些大象,老死得没几头了,那都是打缅甸贡过来的。 唐儿睁大了眼睛,同仁中闪着惊喜的光,他随般元旦朝贺见过太和殿前的训像,在圆明园还把福康安送到象背上玩耍过,极是新奇好玩的。 阴道,呀,那大象是他们那国里进来的呢? 这十几年元旦都没有摆象队,我问王齿,说是已经不够八支了。 可怜见得那些象,灵通人性。 有只老乡临死前,还跪在太和殿前品级山旁,朝上磕头流泪,我听了心里还难过来着,感情原来都是打那儿来的。 这个吴尚贤,我原想和你一样是个生意人,这么大方体面的,又懂大理,下次他要到北京,路过蒙古就捎个信,我们老爷准见他。 这个话前头都对,为是从缅甸来贡,无论如何也不会路过蒙古。 马尔垮子听几云说过,这位贵妇人,住北京一辈子,只知道左右上下,弄不清东西南北。 不禁一笑,口里曼答应着又道,啊,他听见奶奶这吩咐啊,准高兴地笑开花了。 回京后听家里人说,奶奶外头的账还没收齐呢,只缴了六七万利息,不知他们回奶奶了没有。 若要急用,我这里就先给您垫上,奶奶瞧怎么样。 唐儿念如了一下,声音放低了些。 嗯,这个嘛,你和账房上头商议着办,我是个无可无不可的。 宁可不办,也要紧密些,除了账房小王,竟是谁都不知道的好。 放账名声不好,这我知道,利过三分就是贼,所以顶头只能收两分,你抽个头,算替我白劳动了。 我的几个庄子都捡了租,家里用相越来越大,赏赐侨用来往应酬,就像这些人来拜访,回的礼比收的礼要多得多。 老爷一心扑在外头正物上,家里千事万事,总归不管,不替他操持一下,实在也顶不下来啊。 老马,我告诉你,只要外头走漏一点风声,那只有你才说得出去,就是你闹身份了,账一抹,我干净不认,放出的银子也全归你,交情脸面,你是不用想了。 马尔垮子听他说得决绝,愣了一下笑道,慢说您,就是乡里破落户孤儿寡母托我办事,我也不敢欺心呢,何况我有多少事要求傅中堂和六奶奶因弊呢? 小姨亲王,老庄亲王,小于郡主,二十辈子几位福尽,谁没有提几钱在外头放账啊? 就是军机上头,圆长中堂和几中堂家里也放账,还有利银收到三分的。 您这点装帘银子放出去,为的补贴家用,说透了,是点养帘银子,这么大个相府,这么大开销,要不是您费心费力操持,早就支撑不来了。 放心,老马做事,无论公司,断不至于走风漏气的,那都用得七妹的名义办的。 就有什么,老马顶多拼着一文心水不领的那个倒台顶子顶出去就是了,本来捐这个官就为的这个退步,哪有把六奶奶晾出来的理呀? 说着,听自明中响,便笑着起身告辞。